欢迎收看展哥讲股月讲月涨 今天题目外资回补找标的 跟着展哥最实际 来我们赶快趁着这个回补行情 我们好好的大赚一笔好不好 来我们选股策略 维系我们之前的选股策略 第一个基本面加营收高成长财报加 来第二个外资可能回补的标的 然后第三个散户持续看空 因为我答应大家说 我们这段时间行情变好了 会多讲一些个股 OK所以我们就讲一些 从全职股怎么买 到来各系列我们就一步步讲下去 来首先我们看台积电 来台积电是不是在最近的状况 来外资开始有回补了 然后呢就散户居然 前面散户都一直要买 一直要买一直买 居然现在开始在空了 所以筹码面的部分 外资买散户空 有没有可能继续这行情 我觉得有机会 然后当然台积电是第一大的全职股 然后再来联发科嘛 联发科当然是高价的族群 所以有一些比较 资金比较大的朋友 比较大的同学 就可以考虑联发科 联发科是不是一样 外资持续在买 然后散户呢也一样一路空上来 一路空上来 所以在筹码面上面符合我们的选股策略 那当然基本面我觉得就不用太多说了 那我们就回到技术面的角度 怎么看 来台积电 这个状况今天 昨天是尾盘 甩尾拉上来 涨14块 站上际线 对不对 然后但是今天遇到际线 就回跌了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头部的区域画出来 这个地方大概在555的位置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头部 这个头部 然后对应这个底部 就这个头部的位置刚好又重叠在际线 所以际线是一个明显的压力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又是头部的位置 然后今天呢 昨天上去之后 今天马上下来 挑战一下又下去 所以以台积电这种大小 我觉得 他要他继续强攻的几率没这么高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涨一块 指数大概涨8.5 8.5点嘛 所以假设他从550 涨50块涨回到600 那指数就要涨400多点 那以今天的指数来看 指数就要37000了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继续强攻的几率不高 所以你喜欢高价股的族群 喜欢全职股的族群 我觉得联发科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标的 来第一个他头部的位置 比较低 比较低 然后这个位置刚好又是什么 又是整数关卡900块 今天收在905 所以你看这整个 我们讲对称性的角度 下面这个底部 对应上面这个头部 你会觉得底部一定是比较大 很明显嘛 对不对 然后他的季线的位置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一个长虹站上季线之后 今天又收在905 所以这个位阶 我觉得很容易协助 那个联发科继续往上攻 所以这个IC设计的族群 其实他整个股性都比较活泼 所以他整个涨的涨幅也比台积电大 跌幅也比跌的比台积电多 所以在这个低位阶的状态 其实我会建议如果你喜欢高价股 喜欢全职股的族群 因为红海已经涨太多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逢低去回头来接这个联发科 因为包含外资报告 其实对台积电对联发科都是看好 但是其实外资在联发科报告上面 都是上看千元以上 所以我觉得上去的话有一些空间 如果你原本是想要在这里加码 原本套老想要在这里加码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考虑 那当然停损的位阶 我们就可以往回 用季线的位置来做停损的设定 我觉得这样的设定也非常单纯 所以没有问题 我觉得台积电联发科 那我们就可以推荐联发科 作为你想要参与这段行情的标的 来 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族群 就是航运类股 因为航运类股当然在全职股方面 它也是占相当大的全职 所以外资在回补的部分 全职股的类型 全职股的族群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标的 所以当然我们不能错过这一组 那个26类的航运类股 来 同样我们看 它在外资在前面的高档买上来之后 卖下来 结果呢 在这个位阶 其实又开始持续再往上阶了 但是散户在这一波 从这个减资减资的部分开始 好像就失望性的 那个 非常失望的那个卖盘卖下来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卖下来之后 散户就开始一路再往上空 所以它也符合我们策略的那个筹码面的要求 就要外资买 散户空 还是维持一个这样的状况 当然同族群 阳明我们就不多谈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做会洋KY 因为散装的那个股票 很多同学都会问说 可不可以买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我就推荐一档 就推荐会洋 就推荐2637的会洋KY 因为其他的我觉得 真的规模啊等等的都比不上会洋 所以散装的族群就看会洋 OK那会洋KY 当然他在筹码面的部分啊 外资这边买上来之后 其实都是小卖 小卖 你说这里反而他开始在 那个做一些调节的部分嘛 因为他从低点买上来了嘛 所以在这部分稍微有点卖 但是今天又回头再开始继续买 那外资 散户啊 散户在这边 其实是空上来 然后但是 慢慢有稍微下去 所以在散户的部分 稍微不符合 但是整体而言 我觉得会洋的状况 我还是还蛮看好的 然后从过去 从过去的这个位阶 其实长容 过去我们有带同学 有做一段 是这个位置 为什么做这个位置 我特别把它贴出来 这个是均线 从5日10日 20日 60日 120日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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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线向上 那就代表这位阶是什么 就是短中长期均线同步向上的位阶 结果呢 从140多一路拉 拉到170 拉到170 所以我觉得同样的状况 那时候为什么会在这里进 会做到这一段 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那同理 我们回到现在的位阶 现在的位置 来今天的盘式的状况 这个长期均线 年线 半年线 年线都还是向上 没有问题 短期5日向上 10日向上 但是月线向下 季线还是向下 所以它什么时候能再形成一个短中长期均线 同步向上的状况 这我们可以来推测 来第一个我们看月线的位置 月线扣底在这里 来接下来扣段 大概扣5天 往下扣下来 大概扣5天的位置 从这边来看 这个位阶大概在这里 现在的价格 其实是高于这个位阶的 所以换句话讲 5天之后 如果我们长龙能在这附近 做一个横盘 那月线线就开始向上 然后再来还有季线 季线扣底位置在这边 大概还有7天 就会扣到这一根 这一根就很重要的 就是简直宣布的那一天 市场完全不买单 吃了一根长黑可以绑下来 但是我们拉过来 一样在这边附近 所以换句话讲 5天或7天之后 那个长龙还能守在这个位阶 其实就会形成一个 5日 10日 20 60 120 240 同步向上 就是我们前一波进场的位阶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同步形成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均线的完全多头排列 那就有机会再往下走下一波的行情 那这部分 我们在操作策略上 大家可以怎么设定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年线的位置 因为年线位置现在才在135.5 然后前一波都是沿着年线走 然后这个跌破年线 强拉上来 所以我觉得年线应该是有力的支撑 所以年线的位置我们来设定停损 其实位阶我觉得不太远 因为现在还144.5先收盘的价格 所以你说135.5 其实距离不远 所以我们可以设个10%左右 作为一个停损的位阶 那我们能不能继续 因为它这一段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明显的压缩 明显的压缩的格局 OK 那从惠阳KY的状况 其实今天它已经形成什么 短中长期均线全部都多头排列 所以它有没有机会上工 其实在上周有同学就有来问说 这个持股诊断 所以我就提醒他说 没关系我觉得惠阳还是OK 可以继续抱着 结果真的今天还不错 今天好像涨了4%左右 所以才涨上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 那在整个均线多头排列的状况 那我们很简单 我会觉得预期的点就是这一个 第一个前高点109 然后再来就要挑战更之前 也可以说是历史高点 大概121的位置 它应该会步步就往上挑战 所以一样啊 你就回头再去往下设个停损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季线 来做一个停损的位阶 来做计算 应该都还在 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停损的范围 所以前面我们讲全资股 包含台积电联发科 我会建议大家买联发科 台积联发就选联发科 OK 然后惠阳KY跟那个长荣 我觉得这两档都是可以注意的标的 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航运族群 因为去年有一大波 那它基本面看起来还是可以有继续延续的状况 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挑战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在整个策略上面跟大家讲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设定 接下来类股轮动 也有可能会轮回到这个族群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接下来就是那个 记得大家要加上加入我的官方LINE 而且加入之后你要记得要跟我贴图 然后留言互动 然后这样我会抢先收到通知 OK 然后再来我LINE上面都会做那个盘式提醒 看蛮重点类股族群或个股介绍 这部分因为最近的盘式 我会觉得很蛮有希望的 所以我会看到什么 我就会尽量马上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加LINE 然后当然记得帮我的影片下面 按赞订阅加分享 每天下班10分钟掌握我们最新的行情 OK 来接下来工商服务一下 目前我们的持股 今天三幅化又再度亮灯涨停 昨天才说挑战前高 今天就直接亮灯冲上历史新高了 所以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上 因为我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包含其他节目都讲过 因为我觉得他整个扩产的效应 我觉得还没有出来 后面都有可能继续再往上 再往上进攻 所以今天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的会员的状况目前是这样 那时候一样我是用什么均线惯性法 所以之前的盖排骨就是直接盖三幅化 我就说均线惯性法来操作 所以他178到今天收盘 226.5 我们大概赚了将近三成 27.2% 那我认为还有机会继续往上 所以我们持股的同学 我们就会我就继续帮你往上调 调停力 所以我们会持续追踪 所以不用担心 OK 当然我觉得应该不是担心 应该要很开心 对不对 继续往上 那同学在今天也有问到 问到一档股票 叫做负顶 8261的负顶 刚好最近在风口浪尖上 红海跟那个国具合资的 国硕半导体 然后半导体来投这个副顶 MOSFI这些的族群 车用的族群 那同学在问说要不要卖 因为今天收了一个掌停板 创了历史新高 一样 因为我常常讲 包含过去新胜利 包含什么什么什么 包含现在东哥游艇都是一样 他们都是同样创了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通常我都会建议继续看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上去叫做什么 万里无云 所以今天赴顶 我就特别请同事 赶快来联络一下 就是提醒他千万不要乱卖 因为我怕有些传务同学 就会觉得说很想卖 涨停板卖股票 所以千万不要 那中间状况是什么 他基本面 近世纪他EPS10.15元 所以换算间的价格 其实本益比才13.99倍 大概14倍 所以我觉得今天 涨停创了新高 我觉得应该后面都还有后市可期 不过当然过高的股票 就不建议大家一直热门去追 我们可以找新的股票 都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后面还会再讲 来这今天的走势 过去的历史高点137 然后今天盘中是怎么样 到这一个高点136 就马上拉回休息一下 就突破 所以突破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非常好的买点 那今天就收到一个涨停 然后一架到底 收了一根涨停板 所以未来 记得我们在这操作上面 我们常会运用这种突破买进的方法 然后这种状况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大家很喜欢拉回买 但是真正的操作 大家记得 突破买才是最快决胜负的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真的就很容易 我们刚好买到突破点 突破完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买在低点 有时候震来震去 我们也很烦 所以这种方法我们会很常用 而且很好用 这我经过无数次的证明了 OK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来同族 应该说同集团的 大家很关心的叫天狱 4961的天狱 这个部分就比较稍微有点担心了 因为我们讲对称性的角度 他这个底部打的状况 跟前面的头部来比 稍微短了一点 那今天当然也是大涨 但是涨停锁不住 对不对 涨停锁不住的状况 今天的高点是多少 202 所以202的位置刚好拉过来 又是前面头部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要注意 如果你要追驾 或者是哎 你要不要续报 因为有些同学是从上面报下来的 所以大家记得千万不要这样子 OK 那我们在这个位阶的状况 他刚好也是长虹带量 突破 突破季线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他能站上今天的高点 202 好 这个部分我们再来选择进场 那这样回头啊 一样就拿什么 今日红黑 好 来设定 好 低点来设停顺 我觉得就好了 所以 OK 操作方法也很单纯 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垫高 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在要站上 我们今天的高点 202的位置 来 最后我们讲我们的那个盖牌股啊 好 因为 那个有些新同学 有可能都还持续带大家进来 买这一档股票 好 因为我们最初的进场点是在这个位阶 好 一样是均线守住 站回来的位置 好 那当然 拉开来稍微 这一天还触及涨停嘛 还触及 差一档涨停 然后就收下来收一根大量 但是后来这几天我觉得 慢慢在消化这一根大量的卖压了 所以我还是陆陆续续都有带同学在进场 说真的 我还蛮看好这一档股票 我觉得他还蛮有爆发力 因为他营收场非常好 然后本益比也非常低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个族群上面都还有后面都还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欢迎大家 所以同学 当然 那个还没进的我会再继续帮你找点进 所以 OK 大家不用担心 好 最后我们讲 展哥小提示 这段行情跟昨天一样 花开堪折之虚折 末代无花空折之 这这段很大可能很担心 基线有压力 没有问题 基线当然可能会有压力 但是拉回 只要守在月线之上 我觉得都还是会维持一个轮动行情 这个时候个股表现就非常重要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切入 其实今天琳达news我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考 那个影片 所以如果你 你没有会跟 你也要会跟 跟着展哥做 那我们好好把握这段行情 好 0800-370-888 欢迎来电 然后那也可以在LINE上面留下姓名电话 我们有专人跟你联络 所以大家记得 这时候千万不要悲观 不要觉得好像是行情都假的 其实没有 我觉得行情在酝酿 而且有机会什么 有机会从短做到波段 因为月线已经翻扬了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 欢迎 大家来电 然后当然也祝福大家 在这一段行情好好把握 好好赚 好好赚他一笔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拜拜 本投雇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